爱比 她一直没有异性缘 自卑的她 情急之下 让隔壁金发碧眼 高挑美丽的邻居 诺莉顶替自己 与布莱恩见面 布莱恩对这个邻居 是一见倾心 真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自此之后 诺莉就作为爱比的替身 常常与爱比喜欢的男孩 布莱恩出去约会 而爱比则化身为 她的闺蜜相随 在与诺莉接触的过程中 爱比越发的感觉到 颜值是有多么重要 诺莉走到哪儿 都仿佛自带光圈 身边的人都特别友善 遇到问题 男生们总是热情 主动的来帮助她解决 这让爱比受到了 一万点伤害 而同样的 诺莉羡慕爱比 内在的充实 渴望像她一样 遇事冷静 聪慧极致 平日里 爱比与布莱恩 还保持着电话约会 他们在电话里 分享生活点滴 交流自己的感想 一起吃饭 休息 洗澡 睡觉 表达爱意 不得不说 你们成立人真会玩 两人的感情日渐升华 诺莉自己的男友 基本上就是个直男癌 面对温柔贴心 又热情的布莱恩 诺莉似乎也渐渐迷恋上了 这种貌拍女友的感觉 同时 布莱恩倾心于 诺莉的容颜 但却觉得 面对面约会的她 与电话里 判若两人 帅哥你才发现吗 三人的感情纠葛 也愈发焦灼 一次 两人来到了布莱恩的家中 准备把事情 开成布公 但布莱恩看诺莉 那深情缓缓的眼神 让爱比觉得 自己就是个小透明 于是爱比选择了放弃 某日 布莱恩为诺莉买了礼物 来向爱比咨询意见 两人聊得特别投机 如同在电话里 七个小时对话一般 充满了默契 他们一起散步 一起看夕阳 布莱恩在前一幕话中 对真正的爱比 产生了淡淡的情愫 终于布莱恩无意发现了 真正电台主持人爱比的身份 困惑的她 深陷外表与内在的矛盾中 认为自己的感情 被捉弄愤然离开 一个善意的谎言 让三个人的感情 都受到了伤害 最终布莱恩顺应了 自己的内心 她明白 自己只是喜欢诺莉的外表 但和爱比之间 才是真正深层次的爱情 她鼓起勇气 脱宠物剧情 找回了爱比 虽然这是个看脸的世界 但最后依然是 有情人终成眷属 看来世界还有旧 快个表示 非常欣慰呀 本片由迈克勒曼指导 乌马瑟曼 詹尼安 吉老法罗 本卓别林等人主演 讲述了在自卑的电台女主持 让美丽的闺蜜代替自己与心仪的男生约会 形成了有趣的三角关系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